刚刚持续讨论这个问题的癥结其实主要还是在美国 当然就是美国现在基本上以空袭为主体 可是也有两个很重要的人物提出来 欧巴马现在的空袭的做法是没有地面作战是行不通的 一个人是美国现在参联会的主席邓普希 另外一个是英国前首相布莱尔 他们两个同时一样的主张 他们认为空袭如果没有地面部队去接力 那空袭本身没有办法达到预期的效果 那提欧巴马现在的做法 他空袭我说过 基本上已经有伊拉克跟叙利亚这个问题了 对不对 你进入叙利亚 那叙利亚的政府觉得说 你今天没有经过我的同意 你通知我你就跑来了 对叙利亚来说也是不满意 可是美国本身又反对叙利亚现在执政的 什叶派的这个巴萨尔政府 所以美国又不愿意 他又去扶持这个所谓的反政府军 所以产生了许许多多的矛盾 好那现在如果地面部队的话 以目前为止 这个代理人战争 伊拉克的代理人战争 基本上他们的老师是谁 就是伊朗本身的海外卫队 可是问题是美国又排斥伊朗 好那今天呢 连美国北约的重要的盟友土耳其 就在叙利亚的北部 土耳其都说 我里面的空军机力不给你用 不给你空气用 我只接纳难民 为什么 他也是叙利派啊 所以他也同情这个叙利派啊 他也不愿意产生逊尼派之间的内斗啊 好那沙奥地阿拉伯等五个阿拉伯国家 虽然参与美国的空袭 可是也只是点到为止 基本上他们是不是真的愿意 全力的投入这个反恐的组织 再加上我说过 这个伊斯兰国的财力很丰富 他本身又通过社群网站 又扩展的非常的快 而且塑造了依穆斯林年轻人的一种高度的理想性 这个发展说实话是 我认为是一时半刻 不打个五六年是打不完 那这会不会造成一个所谓的全球危机呢 休息一下马上关心